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我叫向宇 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录过NG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特别不错的文章 送给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 名字叫做 送给那些把我当傻子的人 老人说得好 金用伙食 人用钱食 不用开口就帮你的人 是贴心的朋友 你只要开了口就帮你的 是好朋友 你开了口答应帮你的 最后没有帮你的 是九肉朋友 还有一种 非单不帮你 还要踩上一脚的 那不是朋友 我不喜欢勾心斗角 不喜欢被算起 不喜欢假假的友谊 我喜欢简单的人 简单的是 傻傻的 每天嘻嘻哈哈的 过日子 我喜欢几个真心的朋友 围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不要耍心急 不贬低 不讽刺 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 讨厌有些人 一句话能杀死一个人 讨厌有些人炫耀自我 居高零下 讨厌有些人 总是话中带刺 甚至挖苦 嘲笑 我喜欢真心的朋友 相互理解 包容彼此的缺点 我不一定聪明 但是 我也不傻 很多事 我都能看明白 只是不想说而已 因为我觉得 人太聪明了 会很累 有时候 糊涂一些 更快乐 我知道 谁是真心待我的 谁是面上对我好的 我也知道 谁是掏心窝子跟我说话 谁是在敷衍我 欺骗我 我知道 谁是好人 谁一般 那些当我是傻子的人们 对不起 其实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没有说破 没有翻脸 只是因为我不想尴尬罢了 要知道 撕破脸并不是什么男事 你可以看不起我 但是 你要尊重我 因为 我太在乎我身边每一个朋友 珍惜 每一份友谊 我不要求 我的朋友跟我一样热心 只希望 坦诚相待 我不惹事 并不代表我怕事 那不是一个概念 我的朋友会懂我 我不是什么大好人 更不是什么圣人 我有着最平凡的理想 和最平凡的生活 我只想跟我在乎的人们 好好地生活在一起 也只想 简简单单地 对在乎我的人 对在乎我的朋友 真心地付出 今生 我们能成为朋友 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衷心地祝福 我的朋友 都能幸福地快乐 远离不够朋友的人 远离 酒肉朋友 珍惜好朋友 感恩最贴心的朋友 交了好友 才是 人生中 最大的财富 晚安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我叫相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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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